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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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看完古川大橋的風景之後 我們抵達了下一個部落 叫做神山部落 而這裡是霧台鄉的 鄉製中心的所在地 所以有很多 好吃的美食都集中在這邊 那最著名的就是神山阿玉冰 神山阿玉 這裡吃阿玉 一碗綜合 好 紅板自己丟 自己找 好 好 謝謝 那個兩個綜合 這裡吃 吃完阿玉之後 就要繼續的往前進 其實霧台最有名的是 它的櫻花季 在阿里部落賞英步道 大概會有兩公里左右 沿路的櫻花如果盛開 會是一個很漂亮的風景喔 霧台這裡還有一些部落景點 可以看 類似白岩巷啦 長老基督教會啦 魯凱文物館 古人人吊橋啦 跟一個神山瀑布 但是神山瀑布 目前是沒有開放的 這裏是台24縣道的終點 所以我們要折緩回去喔 這裏是台24縣道的終點 那神山部落那邊還有很著名的 小米甜甜圈 等一下過去買一個來吃 還有五個甜甜圈 天天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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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霧台這裡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地方 就是德文部落 然後你在回城的時候 走山德產業道路 直直走就會到達 天天圈 德文部落那邊最有名的就是 德來公園 那裏面有一些原住民的雕刻啦 石板屋啦 旁邊還有一些咖啡美食 你如果有來霧台的話 這個景點你也不要錯過 這個景點你也不要錯過 我們坐著 在我地方的集中 在奶奶上 看到BL director 男市民愛演員 followers 在祖 scale 別人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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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来舞台是一种随性之旅 然后我来的时候刚也不是晕花季 也不是什么热门的时间 比人潮也没那么多 也没有那么的热闹 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同学 如果要来的时候 可以选晕花季 这边会比较漂亮哦 这次的舞台随性之旅 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拜拜